记者刘雨沁澎湖报道,以澎湖为拍摄主景的落跑八爱情电影场景,主要在白沙赤坎拍摄,赤资千余万元新建民宿场景,先是被苏迪勒台风吹倒船屋,又被中国湖南卫视取景大兴土木破坏,加上年久失修,澎湖县政府旅游处为安全起见今日故宫拆除。 2015年由任贤奇与舒吉主演的落跑八爱情电影,主场景在白沙赤坎北海游客中心后方沙滩,搭建墨造房舍,并跨岛前往七美爱情岛取景,上演后声名大造,不少追星族慕名而来,成为行销澎湖的最佳生传。 赤坎拍片遗留的场景,后来由澎湖县政府旅游处接受管理,男女主角任贤奇,舒吉还获颁澎湖县荣誉豫县名证。 事隔三年后,当年赤坎拍摄的场景,由于年久失修,成为围楼金白沙香公所报请宪服旅游处,旅游处查证拍片场景原计划为短期使用,且为在国有未登陆的沙滩,所用材质工法均不符实际建物所需之强度,考量长年受强劲季风吹席,并长期处于实气慎重环境。 对建物材质已称不可回复损害,不堪使用,已列入危险建筑。 另外白沙香公所及当地民众也建议将以残破场景拆除,还给沙滩天然原貌,故为维护游客民众安全并维护澎湖海岸原貌,因此澎湖县政府旅游处今日故宫拆除,未来游客若要追星,就只能在影片中寻找出司马。 今原有场景已成为追忆。